持续再来关心阳明山上的最新状况 那么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在阳明山的巴拉卡公路 那么再往下走呢 其实呢就会到这个阳明山的大屯自然公园的地方 只不过呢现在可以看到呢 因为呢山上这个强峰 阵峰呢甚至还是会达到时级 所以呢现在呢有一棵路树是直接倾倒横躺在路中 而且是完全占据了道路 这整个呢路树呢甚至呢 这个高度都快要比人高比人还巨大的一个路树 包含上面的树枝呢也都一起被牵扯下来 就直接横躺在路中 整个树呢就是占据了车道 刚刚呢甚至还有一辆车 要从这个大屯自然公园的方向来开过来 只不过呢被这一棵巨大的路树给挡住 被这棵青岛的路树给挡住了 因此呢是完全无法通行的 那刚刚呢驾驶甚至还下车 是查看了超过五分钟 那这个没有办法移除 没有办法排除路树的情况之下 还无奈的这个倒退路 往后退呢才有办法来离开脱困 那现在呢在山区的路况呢 其实都是像这样非常非常的恶劣的 只不过刚刚呢 在这个二子坪停车场这边 二子坪依旧还是有登山客 来到山上 那我们也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 会这样上来 那因为知道今天其实都还是停班客的状态吧 就其实不含游客东西也都会休息的 那现在上来看到风这么大 跟过往你们爬山的经验比 有这么天气有这么恶劣过 因为我是韩国人 然后我没有看到那个台湾的新闻 然后我上来 然后我不知道那么严重的 了解 那因为刚刚开车上来 是不是也都有看到一些树木 就是倒在路中间啊 有看到 那会不会觉得蛮担心蛮危险 有一点担心 我上来就是没有车子 然后今天那么严重吗 我赖车一下 但是还是会 还是会爬 就是还是会照计划去爬山 我先路口去看看 然后看情况 然后不好的话 要很累 要回来这样 好可以听到呢 刚刚在这个二子坪依旧场这边呢 是出现一对这个韩国籍的游客呢 他们表示说因为自己是韩国人 所以呢这个对于台湾的新闻 没有太多的掌握 那并不知道这个阳明山上的 这个现在的状况是长这样的 那也刚刚也看到了 现在呢阳明山上呢 这个间歇性的雨是 其实呢还是大的 这个雨呢都是非常大 加上呢这个山路呢 其实呢陆续的也都会出现一些 这个开着开着 就会看到一些这个树枝啊 或者是竹子倾倒在路中的情况 所以呢山路呢 其实也还是非常危险 所以提醒民众这个台风天 千万不要上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